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越南有一个小规模的战斗也是3月14号 算到3月这是多少周年 21周年了 再讲这个边境摩擦 你知道今年还是什么呢 也是3月份 珍包岛 3月15号 有记忆吗 好像是40周年 40周年 今年3月份 珍包岛 这个是在中国人的一代人的记忆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个时刻 因为那个战争 深挖洞广基梁 深挖洞广基梁 这个整个文革进入一个转折期 很多城市 很多人的一生的命运就因为这个事情 我们家一生的命运因为这个改变 我爸爸一生的身体因为这个改变 我爸爸就是深挖洞广基梁的这个牺牲品 也不能叫牺牲品 这个这个英勇贡献的人 幸存者 幸存者 那个时候那个指导员 那当时还有军队 军代表 在工厂 握着我妈妈的手 就要差一点老豆就是劣势了 这也是为了 迟早 迟早得算那个伯列人涅夫的账 对 当时呢 这实际上就是60年苏联跟咱们专家撤掉 就是把那搞子原子弹啊核潜艇什么的 咱把咱们这个专家组撤掉之后 就中苏关系破裂嘛 咱们还有九评什么 那个时候 就那个时代人都记忆很深的 那个文章写得好啊 对 代评陶利亚地同志同我们的分析 什么是 玻璃音员是最棒的玻璃音员 对 全国的人都朗诵了 你不知道那个时候 太小了吧 时代过去吧 那个时候就是中央 人民日报评论员嘛 其实就是很多是毛主席自己写的 康生他们写的 但是波音播出来 那个那个语气啊 那奠定了一代文风啊 对 酒瓶 酒瓶啊 我听说过你 瓶河利亚地同志可 我们的分析 后来的当时毛呢 毛呢认为就是 薄列日涅夫跟美国人勾结 因为六四年咱们试验了氢弹 就是原子弹咱们搞出来了 氢弹也搞出来了 认为他们两家呢 想扼杀咱们 比如说 就有点像朝鲜 比如现在有很多 朝鲜也觉得 我们要弄原子弹 你们这大国都不愿意我弄 那时候咱们有这么一个穷国吗 怎么弄两弹一星 要不然老提 当时你想那个 邓家仙先生 当时原子弹的共产 后来八十年代的时候 发奖金 他发十块钱 嗯 然后还有一个上海人 就是原子弹是怎么回事呢 原子弹呢 是中间一个浓缩油的一个 油二三五的一个球 这个球怎么让它爆呢 外边有包像足球的那个皮一样 包一层那个高爆炸药 那么当时车这个球的人 是上海的一个车工 啊是吗 就给弄去练 蒙着眼睛练了半年多 最后车出来了 车出来 最后车一半的时候还掉地下了 哎呦 吓得呦 后来又捡去了 他说那个时候我练的 因为他后来在新民晚报 是前两年写了个文章 他现在就认为自己很苦 干过这个事 才披露出来 掉了 捡起来 没事 又车 车完了 就成了 这第一颗原子弹 后来他写这个文章 因为他现在有病 上海人 蒙着眼睛 撤出来个原子弹 他写这篇文章才有意思 有一大半文章 他要谈 是什么 他说为了让人知道他 其实他多大的一个功臣 但是他文章里边有 很长我记得篇幅 他说我跟毛阿敏的爸爸 在一个公查 他就跟毛阿敏 毛阿敏 毛阿敏有名 还记得毛阿敏出名的 你说这就是那一代人 就是六九年造月子弹的人 那一段时间 后来呢 就毛认为这个事之后呢 就六四年咱们就准备叫大三线建设 上海那些厂的搬到四川 就文川那个地方有很多 然后到了六九年一打仗 就你说珍宝岛 珍宝岛 来不及见了 六盘水的这个煤啊 潘枝花的钢啊 原来咱们准备造坛课什么的 一看中蒙之间的平原 就是苏联人是住在蒙古 大平原草原 苏联人几万辆坦克 挡不住 这时候就七零年就搞了小三线 小三线是什么 要达到年产这个五千万条枪 每个村造冲锋枪 造迫击炮 那个时候都 没错没错 乡镇企业 我爸妈妈那工厂啊 那个时候都造那个车床 改造那个半自动步枪了 我们想想那个书记 我记得发话 每个民兵发一只枪 鼓掌 这是不可能的 两个民兵发一只枪 也是不可能的 五个发一只枪 而且是木头枪 木头枪 那叫做诱敌深入 也打不住苏联的坦克了 当时还有一个计划 就是所有的国家党政高级领导人 都难撤嘛 对 有那么一个计划 但是有当时出现一个转折点 最紧张的时候一个转折点就是 柯锡金 对 他飞机飞过中国上空 突然在北京机场 临时停了几十分钟 对对对 周恩来在机场跟他见下 就这么一见面 把那个战争的气氛拧下来 说周恩来的功劳真是非常大 当时这一个见面 后来就促使尼克松跟中国 中美的缓交也是这样 他发现 你中枢之间有和好迹象了 美国就紧张了 这个游戏是这样玩的 对 就是在最紧张那片坦克 准备考虑到柯锡金 突然在北京机场停了一下 对 他当时挖了很多坦克掩体 布置了几十个尸 就在 当然那个一万公里 那个很长 咱们那个边境 很紧张 那时候我们都小的很紧张 但是咱又回过后来说改开放这事 就是那个时候 村村点火 户户冒烟造枪 把人给练就了这本事 为什么后来改开放 咱们这个村 有很多工厂 现在都很父村的多少夫妇 就是那时候练出的工业水平 后来不叫乡镇 是吗 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得感谢真报道 对 真是感谢真报道 对 而且我觉得中国人民抗原子弹的这个 中国人民原子弹的知识 可能比美国人民都多 对 那个时候我是小学生 我就记得呀 当时老师跟我们说呀 原子弹爆炸 不要紧 冲着闪光的方向 啪啪 我就记得吧 这么啪 这么啪 然后胸脯不要贴地面 要不会把你心脏震坏了 胸脱贴地面 拿什么湿毛巾 蒙上脸 怎么就 还教这些 人防知识 那个时候我们小学生上课呀 我当时认为这个原子弹爆炸了 然后咔 赶快爆炸点的那个方向 冲着发点方向 这么啪 我也不知道知识是对的 还是错的 现在那些防空弄 都变成沙业点了 很多 地铁了 地铁做不了 黑虾子岛跟珍宝岛又是个什么关系 黑虾子岛呢 是苏联人战 就是俄国人战我们的 当然一直不肯还 其实俄国人是一个很在乎的 就是凡是上一代的殖民 有殖民情结的人 是一定是 就是你像当年萨奇尔就很不愿意嘛 香港这件事 按说都是我们没 按说49年我们就可以了 可是香港这么丁点地方 俄罗斯可是一大片呢 尼布楚条约 不是列宁也批判的吗 咱现在都承认了 韦小宝列了大功嘛 对 律不出条约嘛 对 就是你看你记得 咱只能搞笑 英国有82年已经衰落了吧 在马尔维纳斯 阿根廷那个边上有个岛 那么老远 萨奇尔都得要把他夺回来 就是俄罗斯人也扬 这次格鲁基亚 那就非常狠 就打 包括有一个打咱们中国渔船 对 就前不久 对吧 不是渔船 是个运货船 货船 对 就俄国人就一直不让 对对 把那个很多中国船员 打的都不能哪里去了 对 港商注册的一个非洲船 对对对 这一次黑瞎的脑 就算是让了一半 对吧 也算是对 其他一大片就合法化了 对对对 现在呢 就是这么说吧 就无论是钓鱼岛 什么什么什么 跟中国有关的 争论的 都是中国当时被殖民主义拿走的 八国联军 现在中国长大了 所有人都害怕 因为怕清算呀 其实你看整个世界历史上清算 只清算过二战的时候 算是比较完整的日本和德国 法西斯 那么原来殖民主义 比如泛运黑奴这些事 只是他们给道义上的有一点非洲啊 从来没算过钱 现在圆没圆的水龙头 也得赚钱 要清算 你现在从工业社会走到后工业社会 就是西方现在要走到所谓后现代社会 后工业社会的时候 你不把工业社会的事说清楚 你就麻烦很多 但是你说的这个边境冲突啊 我还有一些问题 问问你的军方认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个就刚才咱们讲到珍宝岛 当时我记得我们看的小儿书啊 感觉都是那个雷锋带的那种军帽 那种冬天的那个帽子 杨简容帽 杨简容帽啊 就是冰天雪地 那打的非常英勇嘛 对 激动着我们的心呢 对 但是从那个时候 咱们说都是周年啊 包括刚才你说的 88年对 对越南在南沙打的这一战 也是多少周年来着 21 34 3月14号 21周年 21周年 我就想到什么呢 就边境的这个摩擦呀 这个开枪 嗯 但这个这个这个东西啊 呃 是不是有很严格的命令 还是说 是具体情况 有的时候这个摩擦的程度 是降在外 可以自由处置的 我可以说这么一个大原则吧 就是在双方矛盾很紧张的情况下 就是已经准备要翻脸了 就是战略层面要翻脸的时候 可能这个这个开枪的这个东西啊 就要相对严格一点 因为一触即发 可能这边我一按电纽 世界就没了 啊 那么在平时的和平时期 插枪走火很多 插枪走火 你比如说大家都不在乎 你比如说 比如菲律宾也好 他还有无数的侨民在这儿 产业啊 马来西亚啊 什么越南 咱们之间还有很长的贸易 对吧 在这儿 这个时候可能就容易 就是不是太严 我有个问题 就想请教 正报道到现在 中国是强大无数倍了 那么大的倍 俄罗斯其实没有我们 那么大的经济的成就 可是他们凭什么就这么硬呢 他们凭什么就这么硬 你看他北方四岛 对 跟日本 日本也跟钓鱼岛一样 拼命去抢那北方四岛 可俄罗斯给他一点点机会吗 一点点机会都没有 相比我们中国真是爱好和平啊 我们的国力增长这么多倍 你看 来马来西亚 菲律宾都来跟我们倒拜 都来抢一点地方 仗着有个美国在后面 可以来协调 美国巴不得你们有矛盾 他在这里 你说这是什么道理 俄罗斯他凭什么 这么硬呢 这就是地缘政治 就是地缘政治的理念 深入到血液当中 就是说 咱们就说 其实工业社会也就是 当然工业社会之前 也要工程掠地啊 就是对于一块地方 他所的在乎程度 所有的就是八国联军 咱们过去说的 这些殖民主义国家 俄罗斯当然也算 当时也就是沙皇的 这个时候 他们对于自己 吞在肚子里的东西 是吐出来 那也是非常非常难 你比如最简单的奥巴马 就是说布什在伊拉克 本来十几万人搁在那 现在也不太好 就是说你站在那干嘛 他要撤兵 但是撤起来的时候 实际上你看这一次 奥巴马要撤 但是国内的反弹也很大 总之就是胜利者 曾经是胜利者 王者的时候 不愿意用某一件事 一个杠杆 来把自己王者的形象颠覆掉 颠覆掉之后 这个整个民族就没有信心了 因为大家遵循的是一个弱弱强势的逻辑 当你弱 你就被人永远看不起 我觉得还有心理上 所以你觉得争边境 其实是为内部的民心 其实是外交归根结底 出于内政的需要 他们说你像日本的这个钓鱼岛 它是不是也有个经济利益 就原来没有争得这么厉害 经济利益现在我们都是搭订分 说是在上世纪60年代 开始发现了很多油气的 这方面的资源 那个时候钓鱼岛 这争端就急昼化白热化 那你说到底是利益还是民心呢 我觉得是两者都各比例都是有的 但是这个比例在不同的时期 它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在中国来说 我们更多的 有的人说是利益 比如南沙有油田什么的 但是实际上按现在这个石油价格 开采是不划算的 搁在那当然好 是吗 对利益可能是长远的不动的 但是我前两天看这报纸 这中国有一个海洋学家就感叹 就咱们国家对南沙提出来 叫做搁置 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 他说呢 但是现在事实上呢 搁置的是我们 开发的是人家 他现在 他说不就吃亏吗 人家就在开发吗 现在开的很少 就是在南沙这一块 确实前一段越南跟英国的BP公司 去做了试验的勘探 深海 因为深海石油的勘探 成本是非常高的 就是当你的油价波动比较厉害的时候 没人敢投资这件事 实际上呢 更多的我觉得最近的这些东西 更多的是一种民心 民心民气 民心 因为中国就是有很不高兴 我现在 就是你看无论是藏毒啊 这些事情 最近我和几个朋友刚写了一本书 名字就叫做中国不高兴 中国不高兴 昨天刚出来 中国人可以说不 为什么不高兴 就是说他 他实际上是一个民心的起来 因为我强大了 过去的账 老祖族那个账一笔一笔倒出来 我们当年被欺负 丢了什么东西 就开始在乎这些东西了 你看电视上也是这样 很多红色电视剧现在很火 为什么 人吃饱了 当然愿意看自己胜利那一段了 把日本给打饱了 什么亮剑啊 什么 当然那情节编的就很 有的甚至很粗糙 什么当然甚至比如打蒋介石啊 什么 反正就是那个 经过千番万苦 最后赢了 但你知道这民心民气 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 无形当中也被操控了 你知道小小的胜利啊 就会获得大肆轩然 对 可是有些失败就近 比方说钓鱼岛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有关方面 是尽量不要让民心民气太厉害 对对对 海外宝钓很厉害 在中国的民众 其实钓鱼岛是讲不那么带多 对 那收回澳门呢 收回香港啊 就宣传 对对对 这是我们1840年最伟大的胜利了 对 洗刷耻辱 洗刷耻辱 可是另外跟印度的边境有问题啊 特别是跟俄罗斯的边境啊 不敢多讲啊 讲人以后明星啊 不好说 对 不好说 对 但是呢 我就觉得就跟那个 包括那个水龙头 就那个那个 圆明人 对 他实际上是有一个巧妙立法的问题 就是你比如说美国 这个咱们还回到南海 这个前两天这个争端的时候 他这条船呢 他放这个低频的声纳 实际上他对海洋俘虏动物是有伤害的 就海洋动物喂奶 俘虏动物都是有伤害的 而且美国国内的渔业公司也起诉过他们 开过听证会 包括他们在大西洋 环保的角度 对 严重抗议美国主义 对 他们在大西洋 去抓俄罗斯潜行的时候 人家 欧洲人也很环保 也 那么我们是不是从国内立法的角度 就是专属经济区内 你放这个东西 破坏我们的海洋 俘虏生物 因为 也比较容易得到包括美国人民在内 对 就是至少我国内要立这个法 来驱逐他这个船 不要在我这老听 爬窗户 不过小学 你讲这个声纳 我打个岔 最近我有个很不理解的问题 就是说大海捞针一样的概率 怎么都撞了 我觉得最近老出事 美国和俄国潜艇在海底都能撞了 不过这个潜艇撞 在太空上 美国和俄国俩卫星都能给撞上 我觉得这是怎么回事的 他怎么什么英国和法国的潜艇也能撞上 他不是有那个声纳吗 他声纳的是不开 因为 再者说咱就说 什么都不开 俩人在海里随便撞 这都不 一万多吨的东西 你一定的航速你撒不住的 不是 那么大的海 他怎么就撞上了 机率非常低 是 怎么就能给撞上了 他就是关键 大家都喜欢那地儿 都往那去 那是什么地儿 平率很高 你想法国的这条凯旋号的艇 他已经战斗巡航400次了 如果比如咱俩老这么老要去一个商场 都要喜欢这商场 这柜台买这东西 那就去的频率又比较高 咱俩可能就碰上了 但海底得多大 不不不不 他们找的好地方 好地方 最关键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 第一 就是他是悄悄的出去 不让任何人知道 第二呢 就是他找的这个地儿叫发射地 就是别人打我的本土的时候 我从这儿可以打核导弹反击你 叫第二次核打击力量 咱们国防白皮书里也有 2008年的国防白皮书 那么这个地儿 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冷战期间 美国和苏联就为了互相找自己这个地儿 大量的撞啊 找啊 就花无数的钱 就找这个地儿发射点 那么英国和法国呢 它的导弹的潜射导弹呢 原来射程是不一样的 啊现在法国研制出来一个 射程跟英国比较接近的 那边是三叉 哦哦哦 对 呃 51 M51 那么一样了之后呢 他们可能就容易在一个地方 比如亚索尔群岛以东的某一个地儿 是最好的发射点 但是英国和法国是互相不通报的 因为这是个国家的就这么一个宝贝 啊 谁都不能给看 你看春晚没有 找地儿找一块儿 你看春晚没有 咱春晚都表现了 以前春晚一定要有个解放军节目的吧 以前都是讲什么战岗放哨 对对对 这次就讲潜艇了 没错没错 与时俱进啊 你看这 春晚都体现这个观念啊 人家躲在大西洋底下 两人和两国家互相不通气 真到发生战争的时候 一发现就在旁边待着 你冲我发射核武器 我冲你发射 因为他们两个人打的目标都是俄罗斯和伊朗 啊 顶多是这两国家嘛 在大西洋那个地方 那么肯定导弹射程就差不多 法国现在增加了 跟他差不多了 其实是盟友来的 对盟友选地儿 但是咱俩互相不通 就咱俩都是贼 在一个黑道里 俄罗斯笑死了 对对 哎呦我就觉得你说这个人类这种动物 它这个繁殖的没有清静的地方 海底太空 你知道说美国和俄国这个卫星在太空相撞之后 他们来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呢 我才知道 你知道现在地球周围啊 真实的图像是什么 就跟那个 很多乱石头 乱垃圾啊 它是形成一个像那个小行星带一样的图像 你知道吗 都已经脏成那么一样 咱们这样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个有一种病啊 叫受迫害妄想狂 你觉得这个大家都这么发展的发展之后啊 而且这个随着国家的强大啊 会不会很容易引发这种心理 你比如像徐老师好像就讲到说日本 日本对于中国的这个这个强大 就是他已经到了一种非常害怕 日本中国的强大这是这是现实利益摆在这里 因为他原来干过那些事嘛 他认为就是他自己从明智维新工业化 然后当时地已经抢差不多 他一看就是中国还有地 抢中国吧 三一二九年经济危机 国内工人罢工 没办法怎么办 这时候就是两种办法 一种就是自相残杀 一种就是把这个这个东西弄出去 占别人的资源 但是也有反过来的例子 比方德国 德国现在挺幼哉幼哉的 他彻底检查 然后他不跟你们军备 你们造什么军舰 他也不能造 他也不必造 他就造笨死 他的经济也挺好啊 你看德国人现在当然也有 暗暗的有屈辱感 有什么什么 但是我总觉得做德国人 现在比做日本人要舒坦一点呢 但是德国内部还是有很多人不服 踢光头 对 就是他觉得你们殖民主义那段没清算 我们你们抢杀什么印第安人 这些事都没有那么 你们先抢了就没错 我们后抢就没错 而且你看美国人最近排了个刺杀希特勒 把这个美国 把这个德国人美化的太好了 其实他刺杀希特勒不是制止侵略 而是败了 他要制止败局 对 他自己他也是要侵略了 这就永无宁致啊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0 הב�装 这 backing 彷佛 floor 去了 中文字幕——YK